大家好,我宅政 最近因为某部动画的关系 让我看了许多类似的作品 其中就等下介绍了这部 《日本无疑者的最强决定战》 这些很类似的作品在剧情不断的出现 这是一种好现象 毕竟有更多的作品出现 就代表这类型的读者 他们的选择也会越多 不过如果不摆脱套路的话 那这些作品也只是热潮之下的 淡化一现 至于这部新作品有没有摆脱套路呢? 我在看完第一卷后 我觉得它还没有做到 我甚至能看到其他作品的影子 但这只是第一卷 如果就此评断的话 那是要过于武断了 这种类型的作品 优点就是后续的潜力 只要后面的剧情将潜力发挥出来 至少会是一部吸引人作品 这部作品的参赛者 不像其他作品的斗者 是快乐时空作对撕杀的 他们就只是当下人类 故事的世界背景 设定在公元1600年 日本只是属于战国时期 但这部作品的设定是平行世界 战国这种小事已经解决了 我们之前的信仿更是没有勾待 本人是知变 他都不知道什么玩意 于是他登顶很大位 成为一统天下的魔王 战国三杰什么的 在这世界不存在 我们的信仓独霸的天下 猴子跟德川 就只能在信仓的某某下 瑟瑟发抖 然后军于王座的信仓 不知道是不是人老了 脑袋抽了 他说自己的大县僵制 想在临死前见到最棒的对决 以及最强的武者 只要能满足他的大名 那派出优胜选手的大名们 再继承他的一切霸业 这里我就想吐槽了 其他作品至少有不错的理由 好让这些选手人对决 但这部作品根本不言 直接将信仓变成神经病 一切都来自他的疯狂 代表大名参赛的选手 只要得到优胜 但选手的后援大名 将得到信仓的霸业 这模式跟全员好像啊 不过全员会的体制 至少有依取社会的逻辑 但这部作品的呈现 根本摆明告诉读者 理由这些都不重要 让他们打就对了 这一方面如果剧情后面 没有特意的补充的话 那作品的延伸性 可能就会断掉了 信仓荒谬的想法 家臣们都认为这是愚蠢之举 但碍于信仓的魔威 没有人敢善前劝言 除了爆掉的柴蝶身家以外 柴蝶身为一位猛将 有支蝶四天王的名号 更用鬼柴蝶这样的称号 结果圣诞丸一把扇子 就将他爆炎 这柴蝶也太弱了吧 另外这部的圣诞丸 是为妖艺的美女 不过下面大爆1.8了 家臣们为了自保 只能无奈接受旨意 但在这其中却有人因此窃喜 那便是在和平设施里 无法发挥本领的舞者 一场关乎天下 决定最强的比赛 以如火如荼之势 传遍天下 不过这种大事 想要应该宏大才对 就参赛者仅16位 这实在太过搞笑了 前面有扑扯了那么多 结果只有这些人 不过好在因为平行世界的关系 所以有些战国民人 虽然在历史里过世了 但在这部作品里 却依旧活得好好的 难道这些角色互相对决 就是本作最大卖点了 但我老话一句 就像接历史迷人的皮 如果没有独有的特色 那读者可是不会喊真相的 第一场比赛 由本多中胜对局公本武藏 战国第一武将 有仁王之称的本多 在和平的日子过太久 只能堕落为肥宅本多 在这寂寞空穴的日子里 也只有快乐水的安抚他了 不过当本多得知赛事后 他久为消极的战役 再度燃烧起来 为了配合他的宝刀未老 不知从哪里冒出了野牛 进发狂叫重人攻击 这时本多的强热肉体 在此刻彻底的表现 连蛮牛之力都比过他 本多抓着牛角猛烈一摔 蛮牛走刷结束了死命 身为大名的本多 原本不能下场比赛 但为了那股久违的青春 他舍弃了目前的地位 现在他只是一位纯粹的舞者 90天的时间过去 肥宅本多减肥成功 他再度出现时 以失败昔日好身材 尤其脸部跟判若两人 我都怀疑他去整形了 决定天下的比赛 将于大阪城举行 全日本的顶尖舞者 都达到这座都城 他们全都是为了 那最强的名号 第一场比赛 本多的对手攻本武藏 不是我要说啦 全部的参赛者之中 就他一脸主角的模样 剧情都没有考虑过 这是一种严重的剧透吗 最好剧情要有所表现 不然就武藏浪浮模样 结果大家都猜透了 更别说他还是新报的老祖宗了 战斗的鼓声响起 本多入场前 拿起九尾的青蹄切 他与自己的i-ball 这一次人会并肩同行 金刚仁王本多终胜 有许多名号家族的他 最令人称极的事迹 无外乎他无伤的传说了 当本多直向入场时 那霸击车漏的模样 让众人心神一直起得不小泼烂 这便是天下第一的猛将 本多终胜 看见本多的入场 然然特别的兴奋 他的大在这里饥肯难耐 全场人无视本多的家户 大概就只有睡着武藏了 人帅真的为所欲为 这份颜值让场外看不下去 他们斥责了武藏无力 要武藏滚出鄙视场 那这怎麽可能呢 武藏可是大名叮咛的清廷牵 来到面前都还在打呼的家户 身为一名强者 他将贯彻了自己的睡眠品质 可惜本多叔叔才不管呢 本多直接一枪下去 对武藏发动攻击 武藏一此时苏醒 仅有一手就化解了本多的试探 被打断睡眠的武藏难免会有抱怨 但以由不得他 手里虽只有一把木刀 但对决已经开始了 当野神教会的纳克 一股骇人的金光向武藏磨练袭来 武藏的身体正不断发出警示 这大树很强 瞬间一股气流呼啸而过 转眼武藏已经受伤 背后的武藏多响一会 因为第二发气流来了 武藏关键时刻勉强闪过这击 本多的神术图示 只要被正面命中 那一切都玩完了 在如此训练图示下 仅仅反手与闪避 就让武藏无法反击 如果长久对抗下来 那麽他必败无疑 本多的图示不仅快 威力更超出想象 这归功本多的自保之体 让他有无人可及的力量 只有本多的强横的精力 才让巨大的清廷一些 游泳恐怖的爆发力 灰舞大枪的本多 武藏不但无法晋升 更是无路可退 无邪可及的周密毒刺 化为通枪蝶壁的首饰 这便是无伤传说的原因 金刚人亡 金刚处境遇 不过在严密的枪势下 武藏沉睡已久的本事 现在才正要发挥 在危急之刻 武藏可怕的才能 与战斗里成长茁壮 枪势砸中武藏 但这次武藏故意而为 他让枪间触及胸口 却刻意算好距离 让枪头无法进入半分 本多的枪他也看破 所以他才能打断枪势 但经验老道的本多 用力挥动轻提前 看破的武藏提早有过攻击 他以疾风之势正面攻向本多 双方以此刻同时出招 时间反弱禁止 落地的武藏只见他搏击冒血 先前的对照里 他还是不及本多 但那又如何 比起他的伤势来说 更足以快要的是 现在正在上演 因为那没受过伤的身体 只可正流出鲜血 许多武将做不到的事 被一位青年做到了 本多的无伤传说 被武藏与此刻终结 由此可见 武藏的才能有多可怕 并且在这场战斗里 武藏的才能 忍不忍地被击发 换掉破水的木刀 对武藏来说 现在是真正的决斗 在武藏年小的时候 他恐怖的才能 就让父亲吴二哉 深深的感到畏惧 明明只是一位不到两岁的孩子 就已有过人的敏捷 以及足以灰激的力气 连吴二哉自己都被武藏所伤 吴二哉明白 他的孩子 身为见识的才能 如同萌芽巨大种子 终将成为参天大树 让他无力教导武藏 在武藏11岁的时候 身为父亲的吴二哉 就已经不是武藏的对手了 武藏太强了 就算经历了武者的修行 但路上那些杂鱼 连让他满足的资格都没有 无聊 太无聊了 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没有强敌存在的风景 他的才能也不被需要了 他的才能主动休眠了 但在现在这一刻 名为金刚人王的大枪 这位立于顶峰的猛将 将他的才能全部唤醒 堪生怪物的才能 将与此地全部斩露出来 这正好合乎本多的心意 并且他想要的 始终是一位仍让自己燃烧的假虎 双方再度交锋 武藏双手握刀 以训练的速度朝本多死刑突刺 这时本多的背击爆裂 他的精力全功率发挥 他将使出最大的突刺 其名为暴徒 超神速的一枪 甚至连阴障也突破了 但有看破只眼的武藏 却提前一步划过这招 他借了枪杆之上 想执取本多的人头 但暴徒还有后手 后续的枪压紧接而来 那股巨大的怪力 从枪声压垮了武藏 武藏别说想发动攻势了 就算起身也艰难十足 但这也是个好机会 牢牢握刀的武藏 甚至都已握出血来 他将以全身全灵进行反击 与此断枪 传说的蜻蜓切 武藏将其一刀两断 本多的传说与荣耀 这被武藏给瓦解掉 甚至将被斩下的那份名号 但本多的强大才正要展现 武藏想都没想过 在枪声一断的情形下 本多还能回击 郑重红星的三连级 本多又断枪逼退了武藏 让武藏遭到承受的伤害 这时武藏已经明白 他那可怕的才能 在过去或许能战无不胜 但与天下第一个本多相比 却仍有巨大的差距 也许是时候了 那还不成熟的见识 武藏将在这场战斗里 用自己才能来补足 此刻武藏再度进化 以超越历史的速度超越 二天一流 与此现实 这场战斗的胜负 就等第二卷发售了 胜负的结果老实说我不关心 毕竟武藏的主角脸 想要输还蛮困难的 重要的是战斗过程 前面虽然我也有吐槽一些地方 但整体阅读的感觉 却足无意料的爽快 尤其在战斗的部分 描写的很不错 特别在本多暴徒那段 武藏的攻击率性而为 他比本人与敏捷出招 而本多的层次更深 三年变招的呈现 就是武藏的举动都被本多撂到了 这段战斗的表现 就脱离回合制的程度 是真正有互动的战斗 特别本多这种力量角色 许多作品对力量角色的描写 通常就是硬砍硬打 但本作的本多什么都有 不但攻守兼备 甚至战术跟经验都有表现出来 如果武藏没一直进化 本多是大苏联的话 那我真的很想压本多赢 战斗唯一败笔 就是武藏的描写了 角色有才能没关系 但把他的精力 设定成强盗打哈欠的程度 然后又在战斗里面 给他神出的进化 这开挂也太明显了 这部剧情的表现手法 在许多方面都粗暴直白 那你要说这是缺点吗 我觉得要看读者的感觉啦 就像我虽然有吐槽 但还是把他看完了 因为本作真的很爽快 也有够新银的要素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 我是翟哲 拿到网马等于武藏 我们下次见